第十招 增加网站的外鏈數量 什麼叫外鏈數量呢?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跟我們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也架了一個網站 他的網站也非常的有人氣 那最好我們可以跟他交換連結 也就是說把我的網站的某個關鍵字 跟他相關的連結到他的網站去 那他的網站如果有一些跟我的網站產品是相關的關鍵字 從他的關鍵字直接連結到我的網站來 這樣可以增加彼此的曝光機率 而且可以彼此拉抬我們的PR值 當然如果這兩個網站的PR值 都是在PR值本來就已經不錯了 那這樣子會有拉抬的效果 那如果說對方的PR值比我們還要高的話 那這樣更棒可以提升我們的PR值 讓我們的參考價值更高 第十招 增加網站的外鏈數量 讓別人的網站連到自己的網站 像我左邊這個是我自己的部落格網站 那我就找我以前的同學 網路行銷班的同學 那他的網站 像全志強老師他有個站點子 所有行銷公司 那他有個學生呢 就專門設計這個美工 他很會設計美工 那我就跟他做連結 所以他的這個招生的網站呢 最下面就有一個好友連結 是我的一個banner 然後就會連到我的網站來 那我的網站這邊呢 也做了一個banner的圖片 是連到他的網站去 我們就互相做連結 讓我們彼此的人氣更加更增加 那也互相拉抬自己的PR值 那增加外鏈的數量呢 就是別人連到你自己的網站的數量 叫外鏈的數量 那我們要怎麼讓別人的網站 連到我們自己的網站呢 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主題和你的主題相關 你的網站跟對方的網站 是互補或者是相關的 這類的網站 兩邊互相做連結比較有意義 那第二個呢 就是找PR值高於自己的網站 如果對方是個新聞網站 那更好 比如說他的PR值有到五分或六分以上 如果他願意把他的超連結 連到我們的網站的話 那我們的PageRack可能只有兩分 我們就可以因為他比我們高 而讓我們的PR值可以拉抬 那第三個就是找流量大 知名度高 更新很頻繁的一些重要網站 像搜尋引擎或新聞網站 那在這一類的網站呢 我們要主動請他們連結到我們的網站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除非我們本來就認識站長 對方的站長 我們可能跟對方站長的關係很好 那請他幫我們做連結 那不然的話 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話呢 也可以有一個方法 譬如說我們到比較知名的新聞網站去 那新聞網站 目前都有很多提供留言的地方 那我們在留言的地方呢 有些網站我們是可以允許去 把留言的地方放入我們自己的網址 那別人去看留言的時候呢 就可以連回到我們自己的網站 這樣也可以增加我們外鏈的一些數量 那有些網站那可能不允許你做連結 那可能就算了 或者是我們在裡面呢 不要不要插入網址 我們可以插入 如果你要搜尋相關的文章 你可以去搜尋某某關鍵字 那告訴他們去搜尋這個某某關鍵字呢 剛好 這個某某關鍵字就是 第一筆就是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某一個網頁 那這個方式也很棒 讓別人可以去增加那個 那個更多的想要獲取更多的知識呢 就去找你的網站 讓你的網站從那邊把流量導過來 那第四個呢 有很少導出鏈結的網站 也就是說 有些網站 它很少連到別人的網站 那有些網站呢 它連出去的網站非常多 那Google呢 在PR值的審核上面 它會覺得說 假設你這個網站一直連出去 一直連出去 那相對它的價值可能就沒那麼高 那假設他的網站呢 連出去的連結並沒有做很多 他可能很珍惜他自己的網站 不隨便亂推薦 那或者是他推薦出去的網站呢 真的都跟他自己的網站 是非常有相關連性的 那這類的網站呢 我們就比較鼓勵說 比如說A網站它沒有常常連出來 但是A的網站其實內容的值是很不錯的 文章是很棒的 那我們可以跟A站長說 我的網站跟你的網站可能有互補的關係 那你願不願意連結過來我這邊 我會連過去你那邊 那這樣的話 可以增加彼此的PR值 第五點呢 以你的關鍵字在搜尋請結果排名前三頁的網站 比如說我們的關鍵字是 是Mail Server 那我如果去搜尋Mail Server這個關鍵字 發現前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網頁呢 跟我沒有競爭關係 而且跟我可以互補 那我也許可以跟他 跟這個站長接洽說 你的網站連結到我這邊 那我這邊也連結到你那邊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如果可以成功的話呢 那可以把我們自己的排名也可以往前提 那最後一個就是內容品質高的網站 這個是很重要的 假設我們要去請他連結到我們的網站 那對方如果本身品質是高的 品質是好的 網站內文是好的 那這類的網站呢 我們當然是很樂意他連過來我們的網站 那如果對方是一個垃圾網站 每天都是用一些無聊的軟體 自動生成的軟體 然後生成一堆亂七八糟的網頁內容 那我們寧可不要他連過來我們這邊 這樣會破壞我們的網站在搜尋項裡面的排名 那技巧呢 怎麼樣提供 怎麼樣讓別人連到我們這邊呢 第一個就是提供免費 而且有用的線上服務 譬如說有些網站他們會提供一些小遊戲 或者是提供一些免費下載 很棒的免費下載工具 讓你可以下載回去 那別人就願意連到我們這個網站來 或者是願意來上我們的網站 那第二個呢 免費下載有用的東西 我剛剛講過了 第三個參與論壇 或者是部落格討論 並留下簽名檔或網址 這個剛剛上一篇有講過 就是在討論區 跟你的產品屬性相關的討論區 或部落格 底下都有一些可以回留言的地方 可以參與討論的地方 那我們在跟別人討論的時候 當然要以貢獻自己的專長 解決別人的問題為主 這樣的內容比較不會收到反彈 而且人家會喜歡 那當然你在最下面 就可以留下你自己的簽名檔 自己的簽名檔 其實就可以放你自己的網址 讓別人對你產生興趣 進而點選你的網址 連繞你自己的網站 把別人討論區的流量 導到你自己的網站 那第四個呢 創建blog 豐富blog內容 並且在blog裡面 合理的加上你的網站的超連結 比如說我自己的官方網站 是我的官網 那裡面都寫我公司的商品 那我可以另外去建立blog 那blog有很多免費的blog 你可以不只建立一個blog 你可以到皮克邦建立blog yahoo建立blog 無名小站建立blog 那你甚至是Google的blog 你可以建立blog 那blog裡面都可以寫豐富的文章 跟你的商品相關的豐富的文章 而且如果豐富的文章的最後 我們可以留廣告嘛 那那個廣告呢 是跟你這個文章有相關性的 比如說我專門在講 講那個糖尿病的發起的原因 那我可能有治療的方法 那你的官方網站是糖尿病的治療方法的一些商品 那我們在blog裡面的最後面就可以做這個小廣告 讓取得這個糖尿病資訊的這些網友訪客呢 可以進一步連結 從blog連結到你的官方網站 這個就是利用blog來創建你的官方網站的流量的方法 第五個呢 尋找競爭對手的網站做反向連結 主動和這些網站進行連結交換 比如說競爭對手他跟你的網站 裡面可能有些東西也是可以互補的 那對方競爭對手他的商品跟你是一樣的 那代表什麼 表示假設他今天的網路行銷做得很好 那很多人 譬如說他是做一個粉絲專業 那他這個粉絲專業有很多的人氣 那這些人呢都是對他的商品有興趣 那你又是他的競爭對手 所以他的他的客戶群跟你的客戶群一定是雷同的 所以我們到對方的競爭對手的網站做反向連結 如果成功的話 那也可以把對方的一些客戶引導到我們自己的網站來 當然 這一點做的時候要小心就是不要去觸怒到對方競爭對手 那也不要做惡意的攻擊 那最後一點呢發布新聞稿 在新聞稿裡面合理的加上超連結 譬如說我們公司今天是做一個生前契約的公司 那譬如說我去發布新聞稿 可能是一些電子媒體啊 中時部落等等 那我在發稿的時候 我們理當一定會留下我們自己公司的官方網站的連結 或者是我們專屬的blog的連結 那在新聞稿裡面 人家看到你的相關報導自然就會連到你的網站裡面來 這個都是增加你的外鏈數量的方法 一旦督阿姨